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 是比较无聊一些啦 就是介绍那个Promo Hub 的那个名牌村 然后我后面这次呢 游艇呢 不知道是哪个富豪 parking 在这里 现在带大家去看吧 这里的名牌村 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里的名牌村呢 它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有上海吧 有一些游艇啊 还有上次我去的那个阿联的那个tower 也是在这里 在它就是在那个名牌村的隔壁 然后它的外面呢 有一些餐馆 吃的餐馆 有意大利餐啊 或者是酒吧一些之类等等 然后我刚刚有看到有MK啊 一些酷奇的牌子 这里都有 然后这条件呢 换完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这边散步 我刚刚看到它里面好像还有一个 那种 就是就类似像这样的 在中心里面 然后可以坐在里面的 而且这里的名牌村呢 有华人 因为之前早期的 我去了另外一个名牌村 很少看到华人在买 这里的就有一些华人 这里就是那个海变 Postmo 特本的那个名牌村 这一些都是餐馆 然后 那个就是直接我去的 我上一个影片去的 阿联的那个 套舞 然后对面就是上海了 就有些游艇啊 parking在这里 风蛮大的其实 但是我不懂我录影的时候 你们听的会不会说 很多风声 如果有风声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其实这一间cafe all bar one 在伦敦也有一间 但我忘记在哪里了 我刚刚吃过它的餐厅 它东西 它东西不错的 这个名牌村 我发觉到它的地上蛮干净的 之前我有去另外一边 它地上有一点肮脏 这里的地上 你看左边看右边看 都蛮干净的那种 然后这间就是MK店 它这个名牌村 它这个名牌村蛮大的 有分几个block 这里有这间卖冷衣的店 算不错啦 我发觉到这间名牌村有一个特别点 它有戏烟 它有戏烟 这个牌子是我最爱的牌子 它的一件衣服 比如说银磅来讲大概是50磅 或者是60磅 马币的话呢 好像是200多还是300多一件 之前我在马来西亚买过一件 好像是300多 这里呢就50磅 刚刚前面那边有一件阿玛丽 而且衣服店 其实这里有很多牌子 或者是 Mark and Spencer的Outlet 还有Nike 一些之类等等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个花园 然后还可以看到那一栋 阿玛丽的Tower 然后还有CN 还有一些名牌店 存在一起的 我看到巧克力店了 其实这里的名牌村呢 它有医药房 CN 我们看到CN咯 然后还有赌场 这边还有一间赌场 如果是一家大小来的话呢 小孩子就可以 去看一系 大人的话呢 就去赌场 蛮贴心的这里 所以是一家大小来的 还有一家大小来的 你也不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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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每次我更新的话呢 你们就不错过咯 就这样咯 拜拜 这个呢 是Standard Cluster 位置 Standard Class呢 有些是四个人 就一个桌子 然后呢 前面比较大位呢 是给那些存在人 是坐的 还有厕所 厕所就是那间 蛮大间的其实 然后有些就是没有座位的 呃没有座椅的 这个是Standard Class的 然后我的呢 是First Class 所以现在要走回去 其实还蛮方便它可以按 马来西亚的好像是没有得按的 所以几乎上呢 这里一些都是Standard Class而已 所以这里就是First Class 早上我前因第一个影片的时候有介绍 但是不清楚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 现在还好 现在这个呢 是四个人 一个桌子 这是First Class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两个人 一个桌子 但是它这次火车呢 有些是两个人坐在没有那个 嗯 桌子的 这次就比较特别一些 然后它每个座位呢 都有一个叉头 你可以充电的 而且这些没有桌子的呢 也有 那个叉头 可以充电的 现在我就找一个位置坐下来 好好的休息 今天我来的这个海边呢 算是不错了 我去过有两三个位都是海边的 嗯 这个呢 我觉得有一家大小的话呢 可以来这里玩 因为它有小孩子的游乐场 那种就是荒废那种之类的 然后它的名牌座 就是我很好奇就是 它名牌座里面有赌场 也有戏烟 就像我之前去的另外一个名牌座呢 它就是只是卖名牌而已 它没有赌场也没有戏烟 这间呢 是不是很特别 所以我觉得这间的 那个名牌座呢 如果你们没来过的话呢 可以来坐坐看看 是不错的位置 如果是有的选的话 我另一选择这个海边 确实这个海边真的是不错 很漂亮 而且它的那些旅游胜地的地方 就是名牌村的那些路上来讲的话呢 都很清洁 所以这个就是我建立的 就这样啦 OK 我做ending 拜拜 拜拜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